银泽 你身上有寒气 小心孩子着亮 面面都长这么大了啊 这是啥回事啊 前两天在院子里边不小心脸疼 小淘气 爸爸回来了 还记得孩子的生日吧 这下只能让你给稳住了 我知道你把我们娘俩给帮了 怎么可能呢 我天天就惦记着你们娘俩呢 我知道你怨我 我这不是马上就赶回来了吗 再说了 你看 咱爸也不记得我生日 我还一样长这么大了 这孩子错不了 两三年了 连个音讯都没有 家里人都以为你 我这人呀 命贱 想死都死不了 您听啊 嗯 辛苦你了 你比那会儿我早的时候 瘦多了 能不瘦吗 您瞅瞅你闺女的肚 这么好的奶 都不够她吃 啥也不说了 家里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 里外里 就看你一个人的了 我也帮不上你啥妈 我尽忠 你尽孝吧 是 我尽忠 你尽孝 啊 A 爷爷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还知道有个爷爷呢 爷爷 一直想着您呢 您坐 小兔崽子 爷爷 我一直想着您呢 想我 想我不会来看我 再过些日子啊 想看 你也看不着了 瞧您说的 怎么了 人留后代 树留根啊 我是早就当上爷爷了 这往下传的事啊 就交给你了 我还是早点死好 怕死完了 连个脏身之地都没有啊 听说有个日本人 要把咱们东摊的地 斟走一半呢 那不叫整地 那叫抢地 你去随缘念书的时候 不是账过一回了吗 前些日子啊 清账局的又来了 说是以前账的不准 重新账地 发放地照 还 换照的钱啊 跪得出奇啊 好多人换不起 换不起地照的 地啊 就归那个日本人了 爷爷 你放心吧 咱们土木特的地啊 小日本是一寸他也抢不走 我孙子有出息了 在北京那个大地方 学会了说大话了 爷爷 还真不是说大话 我们说到做到 就靠你 不 爷爷 我们是靠组织 靠打架 你是不是闹独鬼龙了 爷爷 这回可不是独鬼龙了 是共产党 共产党 你如今是共产党 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的人可多了 这天下的穷人啊 都是我们的人 只要一句话 都会跟我们走 您说这个力量大不大 还不是独鬼龙吗 爷爷 我这么跟您说吧 咱们蒙古人啊 不管是脑义和团 还是独鬼龙 如果早有共产党的领导 咱们早就闹两天了 共产党就有那么大的法力 爷爷 不是法力 是力量 小兔才子 你不要以为你念了两天书 就跟你爷爷咬文脚字的啊 好吧爷爷 你说胜就是胜 行了吧 这还想我孙子 你要早是共产党 那咱们那块地不就丢不了了吗 共产党啊 好就好在 不只管咱家自个儿的事 他是要帮助全天下的穷人 翻身的这么一个组织 你们这个帮会这么大的法力 爷爷 不是帮会 是政党 别跟我咬文脚字的了 不管是 只要是为咱们穷人办事 行 你就干去吧 爷爷 你阿爸吧 我可想的了 你阿爸不在家 这么晚了 他做剩下了 刘老栓上吊死了 刘老栓 咱们那个地边上 不是有一棵歪窝子树吗 就在那个树上吊死的 你阿爸呀 去帮他料理料理后事 他为什么训练线 你还记得吗 前几年他抢咱们那块地吗 记得呀 又怎么了 他那块地呀 又让日本人给抢了 他一是想不开就 我过去看看 你就不要去了 你阿爸去我就不太乐意 刘老栓呢 他也是报应啊 爷爷 你这就糊涂了 以前我也犯过这种糊涂 你又输了爷爷 爷爷 这次你可得听我的了 咱们围绕这几亩地的寒心事 可都是地主老财 洋人给咱闹的 你回来了 你哥呢 我们回来的时候 不是路过他姥姥家吗 他到他姥姥家去了 那倒是应该的 爷爷 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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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这么活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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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鬼兄弟 为本命 这么苦 爹 乡亲们 爹 老顺叔走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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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叔是魏慎走的 是谁害的他 你们再想想 这么多年 我们就为了这么急无土地 我们猛汉同胞 死了多少兄弟姐妹 以前我也犯过胡同 我还认为欺负我们猛族人的是汉人 可是我错了 我现在知道 在我们猛汉同胞面前 共同面临着三个坏命运 第一个坏命运 就是军阀带给我们的 他们你来我往连年征战 弄得我们横尸遍野 土匪风起 叔叔大爷们 你们心里都明白吧 如果他们一天不倒 我们一天就没有好日子过 这第二个坏命运 是封建专制的政府给我们带着 其实他们才是头好的大敌主 我们所有的穷人 都是他们薄学的对象 你看人家 每年是肩不挑担 手不提担 可是你们可以看到 人家吃的是什么 穿的是什么 人家是穿绸子 摆段子 吃的全是肉丸子 公平 公平 这是天底下最不公平的事情 对 就是不光条嘛 不公平怎么办 我们就得赚紧拳头 跟他们干 大敌人家 我一举人家 好 我一举人家 兰兰 我跟你说 这第三个坏命运 是帝国政府给咱带来的 他们用洋枪洋炮 威胁北洋政府 签订了许多不合理的条约 这一笔一笔的赔款 白花花的银子 从哪来的 还不都是从咱老百姓身上扎的 你想想 这个税 那个税 层层拨的 还不都是咱老百姓的皮 你走了那么多年 还知道那么多事呢 可不是吗 牛马骆驼羊 没有一样不交税的 只要是长嘴的 就得上税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只有走老十叔这条路了 不能啊 乡亲们 我们要团结起来救自己 我们还要给老十叔报仇啊 庆叔兄弟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首先要把 被他们强责的土地夺回来 这就是咱们的地盘 咱是日本人哪 我们就是要从日本人手里 把地盗要回来 就怕不好要啊 日本人咱们惹不起 叔叔大爷们 兄弟姐妹们 俗话说的 和群的喜鹊能抓路 秦新的蚂蚁能搬山 这次参加反日粉青仗 不光是我们塔布的村 还有钱双强的村 马花本村 等十几个村的农民 还有归随的工人和学生 这么说吧 整个捅不特都不干 大伙 凭什么抢责我们的土地 你相信他们 情成一家人 拧成一股神 不要回土地 绝不罢休 跟共产的日本人套还学斋 跟共产的日本人套还学斋 不会还土地咱们敢得干 不会还土地咱们敢得干 咱们敢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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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敲到街 she öğel 女士 刘保亚 鲁老爷 那这么说你还挺孝顺啊 好了 我们开始开会 眼下我们土木特的农民呢 已经发动起来了 农村的工作做的还是可以的 相比较之下呢 城里的工作呢比较差一些 我们大家再想想办法 农村的工作开展得好 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农民 我们熟悉农民 农民也熟悉我们呀 是啊 这城里的工作 主要由周婷来做 周婷怎么没来呀 我说多事我 开会开糊涂了吧 我们今天是开的党的会议 周婷能参加的 是是 不过周婷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人家想入党啊 态度可积极了 这个问题啊 我们早晚会考虑的 现在在我们土木特 只有我们几个党员 随着我们斗争的不断深入 我们将不断扩大我们党的组织 从我们土木特 到整个内蒙古 使我们这些星星之火 迅速形成辽远之势 农村工作之所以做得好 就是因为咱们有两个宝贝 一个是蒙古农民 一个是蒙古雀 老百姓啊一听就懂 我觉得这次发动城里的群众 也需要这么一个宝贝 让他直接激发起群众的斗争热情 对啊 没事没事 咱们从北京回来之前 李大钊同志在后华园跟我们讲的话 邓中夏老师不是跟我们说过吗 我们可以借助声援上海武萨运动的机会 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本质彻底击穿 好啊 好啊 我们就把这次反清仗的斗争 和声援上海武萨运动联合起来 在土莫特会成一股革命的洪流 怎么样 行 好 各位请 刘先生 里边请 农太郎先生 请坐 您请坐 请用茶 小局长 关于你对我的赔款 今天该有个说法了吧 农太郎先生 你不是早就打我剩计三号的主意了吗 你是想用你的圣体三号作为对我的赔款 不 我是用圣体三号作为抵押 这是我本三号的全部账目 这些货物加起来 怎么地也值两岸多块现大洋 你行 宽限几天 一个月吧 一个月之内我一定把款的凑齐 不行 我只给你十天的时间 十天之内你抓住了共产党 三号有你的一半 你抓住了 你抓住共产党 你抓住共产党 这里就是我的了 行 行 还有一件事 我要和你商量 关于赔款 我不要你的银子 请你帮助我 请你帮助我用这些银子买些土木特的土地 这个 怎么 土木特人 对土地 非常的敏感 为了每一寸土地 我相信龙太郎经常跟我哥哥一起 处入圣级洋行 我听他们说 我哥想用圣级洋行 抵偿龙太郎所赔款项呢 舍跑兔窜 各有盘算 这个日文人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他盯的绝对不是单单一个圣级洋行 那是咱们整个土木特呀 这不是明摆着吗 龙太郎的真正目的 就是我们土木特的土地 对 他狗日的 这次个打错了算盘 他可能还不知道 咱们土木特人啊 早就被共产党的声音给唤醒了 对 同志们 当中夏老师 让我们利用这次声援五散运动 唤起民众 这段时间呀 吉亚派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现在城里的群众 已经基本上都发动起来了 看来咱们组织大规模行动的条件 基本成熟了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我们还需要掌握敌人的一些具体情况 然后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 对了 这次南高的学生行动呀 我看 还是由云泽来指挥 好 行 好 但是呢 你们和北高的学生呢 离市中心都比较远 所以出发的时间要提前半个小时 路上一定要分散开走 不要让进井发现 到了归随中学之后 由归随学生会统一组织行动 另外呢 我们为了配合这次行动 挑选了随中和北高大一点的学生 组织了一个义泳队 你们一定要注意跟他们配合行动 怎么 没有我们南高 我们要来一个义泳队吧 就是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你们 我考虑到你们南高的学生呢 年龄偏小 至少我的年龄不小嘛 就是啊 我还比他大一岁呢 就是吗 你们都想当义泳队呀 我也跟你们一起吧 我是周婷啊 你就别凑惹闹给我添乱了啊 同志们 其实这个义泳队啊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在行动中呢 起个带头作用 碰到困难 碰到危险 冲到前面而已 你们都是南高的骨干 你们不觉得 你们比义泳队还要义泳队吗 那你们看爷能参加义泳队吗 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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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你们慢点 这帮狗子都打的吧 你们是不是以为爷早都被 喝了 是吗 没事吧 没事 你快跟我们说 你怎么出来的 就是啊 这可多了去了 首先是啊 大招同志 发动北大和清华的学生 向北洋政府要人 他闹得是轰轰烈烈的 警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们只好把我给放了 我一出来啊 就知道你们都回来开展工作了 我就没日没夜的往回赶啊 这是越着急越出事 出什么事了 走到张家口的时候 我把大招同志给我买的骆筒丢了 你还是没争一路是 春合 大招同志有什么指示吗 有 是不是也丢了 快说快说 大招同志说啊 让我们充分地利用 声援上海的武萨运动 广泛地发动群众 把我们隋远地区的 反帝反封建斗争 进行到底 还有 你说啊 说呀 别卖关子了 你呀 说吧 你狗似的 春合也入党了 入党了 太入党了 这怎么狗似也入党了 好嘞 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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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局长 郭王阳来 周局长 你好 你好 你这个大忙人 什么风把你推来了 坐坐坐 邓局长 你我都是痛快人 咱们今天长话短说 我这里啊 就是这么些钱了 周局长 你这几个钱 能买几个人头啊 一颗 一颗 砸电动公司那个事 不是过去了吗 老兄 你不知道啊 你这儿是过去了 可我那儿 麻烦是反而越来越大 龙太郎告到了北洋政府 这一纸公文下来 我就不得不把盛级洋行赔上 要是找不见这个事件的政治背景 龙太郎这个王八蛋得把我逼死 行了行了 周局长 咱俩就不用来这一套了吧 至于这个事嘛 我尽量给你办 老兄 这你就见外了 这两个钱谈不上是我的一点心意 规矩 规矩啊 周局长 哥尔家的事这不算什么吧 再说呢 收谁的钱 我也不敢收 您的钱 证据实情 这哪都画 哈哈哈哈哈 rina 静儿 兄弟 我的力 这么苦 我也是你 龙太郎先生 你真的要逼出人命来吗 周局长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经济上的事情 就应该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 可是你们中国人动不动 就要用拼命的办法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 这种话出自周局长之口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你不要威胁我 我们大和民族宠上的是什么 大概你也略知一二吧 龙太郎先生 我实在是有些难处啊 是吗 据我所知 你在土摩特的地产 总可以买下半个归随 我要是真的有这么大的实力 我还肯在这儿跟你费这吐沫吗 那好 我们就少费些吐沫吧 但两万块现大洋 我是一天也不能再等了 好吧 龙太郎先生 你就把圣级商号拿去吧 周局长 我们做交易 做到了这个份上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不是签个协议啊 那好吧 张经理 周局长 你呢 去起草一份文件 二位这是要 从现在起 圣级商号改姓龙太郎了 这 条款 你这么写 赔款案一试 周汉飞欠龙太郎两万块现大洋 现已 现已圣级商号的全部资产 里程 你就写去吧 我这就去办 这就去办 周局长 另外 那 八万块现大洋 你 没有忘记吧 容亭啊 近两天 辛苦你了 我不是那么客气的吗 最近那边 有什么情况没有 到时候没有什么情况 我哥不知道这两天怎么回事 老师跟我说 不要让我跟您在一起 小薰出事来说什么 不到东府 就在搞什么回事 咱们去南高找云泽 跟他商量商场 走 很显然 敌人马上就要行动了 我们的行动 必须要走在他们的前面 我看 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 就定在盛纪央行 好 当然 我们还是要以正面的宣传形式上街 我们的口号和宗旨不能变 第一 声援舞撒运动 第二 废除二十一条 第三 坚决抵制日货 凡是在这次行动 响应我们的号召的 不管是大笑 商号 我们都不管他 只要是跟我们作对的 不管他是谁 坚决打击他 对 对 我看呀 这个原则可行 哎 我们这次扮成喇嘛游行怎么样 纯 为什么呀 你听我说 扮成喇嘛游行 肯定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这样 街上看的人就多了 嗯 我看成 不如再加几个泥沽吧 这又不是演戏 好 说的好 哎呀 你去找个 兄弟快 人家说的对 咱们明天不是演戏 但是有一点 如果我们队伍里头真的有喇嘛 那么我们热烈欢迎他们 就来 坐下 坐下 来 云泽 云泽 云泽啊 嗯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好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这种菜 还欢迎 太郎先生 怎么样啊 有 丹丹19.10 好 公太郎先生 在土木特挂日本国旗 你 怕不太好吧 大日本国的太阳旗 在全世界的飘扬 小小的土摩特 有什么不行 全躲的了 全躲的了 那咱们 赵王 下个点 下个 看不见赵孝吗 都笑着点啊 都笑起来 来 看这儿了啊 看我亲手 不要眨眼 赵王 二子 严炮 还我徒弟 还我徒弟 打倒日本帝国厨艺 打倒日本帝国厨艺 新军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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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出二十一条 飞出二十一条 中国人放炮了极响 极响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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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日本帝国厨艺 生缘武善运动 生缘武善运动 战军抵制日货 战军抵制日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飞出二十一条 飞出二十一条 战军抵制日货 战军抵制日货 你不要忘了电厂的教训 电厂 电厂是你们蒙奇的衙门 跟在学生后面捣鬼 盛级洋行是我龙太郎的 他们哪个敢动 飞出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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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定制日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上天五 三立忠 雷书上天五 三立忠 上天五 三立忠 坚决定制日活 坚决定制日活 立法民主义 三立忠 退出二塺一条 坚决定制日活 坚决定制日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声援五三运动 声援五三运动 坚决抵制日货 坚决抵制日货 废除二十一条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土地打赵 还我土地打赵 坚决抵制日货 坚决抵制日货 冯太郎先生 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不理解他们 你去叫警察 叫他们马上过来 好好好 声援五三运动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废除二十一条 废除二十一条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土地打赵 还我土地打赵 坚决抵制日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圣战五三运动 圣战五三运动 还我土地打赵 坚决抵制日货 坚决抵制日货 全全体制日货 把日本人赶出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小日本人赶出去 全全体制日货 全全体制日货 把小日本人太阳气和斩了 斩了 你们要干什么 把土地大赵还给我们 还给你们 把日本人赶出去 把日本人赶出去 赶出去 赶出去 我们让他们把洞的垃圾 拉回日本去 绝不能让狼心狗肺的日本人得逞 放肆 把他的家庭给砸了 对 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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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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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日货! 背手一条! 是我呀 龙太郎先生 是 我的盛己洋行 被学生换围了 龙太郎先生 你听到口号声了吗 我这里也被围的水泄不同了 我的生命受到了危险 我说龙太郎先生 汉飞不是在你那里吗 让他想想办法 他会有办法的 那就这样 不记得 不懂大人说 让你保护我的绝对安全 如果我安全出了问题 我们大日本帝国 是不会饶过你 好吗 周汉飞 你听懂得我意思吗 他叫你 快快走 救命 冲啊 快走 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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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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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我哥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 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他又踏上了更加艰难的革命